哈囉,我是烏龜 我們是Dream Hunter 部落現在是五級 主要的活躍成員是以九本為主 我們每個禮拜會打一次部落戰 歡迎活躍的玩家們可以加入我們一起並肩作戰,一起同樂 這個禮拜的部落戰,我們取得了勝利 我們來看一下大家的精彩表現 先來看一下我們的新成員樂園打的 樂園對上了這是一個九本的不規則陣型 他也不對稱 那援軍呢 應該是可以從兩點這邊引到的 但是樂園他並沒有引員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進攻 他帶的是天女、武神 援軍是藍胖 他先在四周盲區的地方下一些弓手以及法師 先打掉一些建築 蠻細心的 接下來在十一點的地方下了天女 他並沒有打算先引員 所以他要讓天女先打掉靠外側的防禦箭竹 之後再下野豬來將援軍給引出來處理 在將這座箭塔打掉了之後 他就下雷頭的野豬 那野豬會直接鎖定這個火箭 於是援軍就會被引出來 援軍是龍球 那因為他的天女滑步是要往九點的地方來滑 但是他並沒有在十點左右的地方先將邊給斷掉 所以天女一路滑下來現在是直接被這個火箭給打到天使了 那再加上他的雙毒下的有一點晚 所以他的女王是被逼的把技能給打開來了 那他現在在靠近九點的地方下了蠻王當坦 後面是藍胖 在後排當輸出 接著是在十點的地方下了女武神從城牆的缺口直接進去 那天女的部分應該已經宣告是失敗了 因為天使已經通通都被打死了 那武神進去了之後 他下了第一罐的法術也就是補血 接著他再下了一罐的彈跳 讓武神可以進入到陣型的中心 在中心點呢再下了一罐的狂暴 這個時候蠻王藍胖的部隊已經跟武神的部隊來做會合了 至於女王則是單獨拖隊往上方的方向走過去 不過沒有關係雖然女王會被打死 但是其他的所有主力部隊幾乎現在是走在一起的 而且他手上還剩下這最後一罐的補血 將所有的武神以及藍胖的血量通通又再拉回來了 藍胖剩的數量還不少 而且武神也剩的蠻多的一直在往前衝 那對方的防禦劍組已經只剩下一座加農砲了 這個絕對沒有問題 三星是一定可以拿得下來的 雖然一開始的天女有一點點小小的失誤 不過靈微不亂很鎮定的拿下了三星 表現得還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位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野豬打的 野豬對上的這是一個九本的不規則陣型 這種陣型的導引作用非常的強 很容易讓部隊在外面亂跑 那野豬他帶的是天女武神以及野豬喔 他的援軍不是要藍胖 他帶了大量的野豬 我們來看一下野豬的進攻 野豬帶的天女這倒是還蠻稀奇的 因為以前我們看野豬他都是不用天女的 這應該算是他第一次真正的帶天女上戰場實戰 那他帶的法術是四罐的補血 因為他帶的豬的數量非常的多 所以這個戰術就是要用補血 讓豬的數量維持住 讓豬來推完整個陣型 那我們看到他並沒有先引元 因為援軍並不好引 他打算讓天女先處理掉一些防禦建築之後 再下野豬 野豬打完這個法塔 往裡面跳的時候就會將援軍給引出來了 援軍一樣是龍球 那這個雙毒也是下的稍微有一點慢了一下 所以沒有發揮到最大的效用 那我在看回放的時候 這邊應該是可以有可能不用放技能的 不過為了安全起見 他還是將技能給打開來了 那接著呢 他是在大約11點的地方 他下下了蠻王還有武神 準備要處理對方的雙王 那同時也下了兩隻野豬在旁邊協助 那對方的雙王解決掉了之後 他就從一點兩點的方向 下了一批的野豬 準備讓野豬呢 直接從兩點的這個面 直接打到中心來 這批野豬的數量還不少 應該有十來隻以上 等到野豬衝到陣型的中心的時候 當然再給他們一罐的補血 同時從對面也就是八點的地方 再下出了最後的一批野豬 準備要讓這些所有的野豬來做收尾 現在呢他下了第三罐的補血 同時補到了目前場上所有的野豬 那雖然是被小骷髏追著跑 但是沒有關係 對方已經只剩下 喔不是只剩下 已經完全沒有防禦劍足了 現在剩下的這些野豬就可以安心的 將所有的陣型給拆完 我們可以看到他手上還剩著一罐的補血 所以其實如果這罐補血可以換成狂暴的話 一開始他的天女用狂暴拉回來 應該還可以讓天女至少多打掉 一個X弩跟幾座電塔 甚至可以多帶掉一些其他的防禦建築 那應該就會更穩定 不過終究還是穩定的三星了 漂亮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位 剛剛打的是6號 先來看的是5號 對方的這2號用的都是幾乎一模一樣的陣 但是我們的戰友用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來打他 那這場是世界打的 他用的是傳統的天女狗球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進攻 他現在4點的地方跟野豬一樣 在這個地方選擇下了天女 要讓天女慢慢的打進陣型的中間 那我們都知道傳統的狗球 最主要的就是要讓天女帶走對方的防空火箭 那能帶多少都帶多少 至少要帶走一座 那再來要處理的就是對方的女王 女王對狗球的殺傷力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世界他打算呢 待會會用蠻王來處理對方的女王 那讓我們的天女來處理對方的至少一座火箭 也就是這一座 現在我們看到他的蠻王已經下下去了 那對方的城堡援軍也被引出來了 現在這邊非常的厲害 這邊的雙線同時進行的都是非常危急的動作 蠻王那邊已經平雪了 女王這邊也已經平雪了 男王那邊即將要把技能給打開來 因為他準備要讓蠻王打對方的女王嘛 但是對方的女王看起來 還沒有感受到我們男王的存在 所以他必須要把蠻王的技能打開來 讓召喚出來的小野蠻人來吸引女王攻擊 這樣子我們的蠻王才會去砍他的女王 那至於天女這一邊 血量已經剩非常低了 對方的龍球出來了 他並沒有帶毒藥 他有帶毒藥 他現在才丟 所以他必須要開技能 才能殺掉對方的龍球 那同時剛剛說的蠻王的地方 也已經順利的將技能打開 並且秒掉了對方的女王了 現在這兩個王的任務都有達成 他可以開始下狗球了 他選擇從八點的地方 直接先下了一隻狗 六點的地方下了第二隻狗 直接飛往對方的這個防空火箭的地方 接著後面當然就是一塔兩球 下出了黑球 同時丟了一罐的狂暴 加速黑球打掉對方火箭的速度 接著呢從十點的外側 再下了第三隻的狗 那一樣後面一塔兩球跟上 現在手上還扣著最後三顆球 等到他的最後一隻狗 也是蠻多的 第一次把他們直接帶上部落戰 用的是天女石藍女巫流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進攻 這個陣型的援軍 算是非常好引 直接在兩點的地方 就可以用胖子將援軍引出來了 那我是打算 在六點的地方來下天女 靠近七點左右來下天女 那援軍引出來了之後 就用天女以及雙毒來處理龍球援軍 這絕對沒有問題 那這個戰術我帶的石頭是兩顆 主要是要讓石頭盡可能的 跳到陣型的中心去 吸收到對方大部分的火力 那再讓藍胖以及後排的女巫跟上 在處理掉對方援軍了之後 我在靠近四點的地方下了兩顆石頭 但是這邊你可以看到 我在下了第一顆石頭之後 我盾了一下才將第二顆石頭下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實際進攻的時候 當我把第一顆石頭下出來 我的螢幕上就顯示了 即將要斷線的符號了 我這個時候就慌了 我想說糟糕了 這要是斷線怎麼辦 於是我有點急著把所有的兵和部隊都灑出去了 我應該是要先下一個跳跳的 結果這個法術下錯了 我下成了狂暴 我想說哇這糟糕了 我趕緊再補下一個跳跳在同樣的位置 那把藍胖也趕快放出來 那這個時候已經影響到一個很嚴重的地方了 什麼地方呢 我的法師太晚放了 我的法師太晚放了有什麼嚴重的結果 就是無法快速的幫部隊來做兩側的清邊 那兩側的清邊做得太慢的話 我大部分的法師跟女巫現在就通通都會往外面跑 不會跟著石頭和藍胖走進去了 那不過好家在 我的石頭以及藍胖都是跟我預估的差不多 直接跳到了陣型最中間 於是我當然是在他們的身上放下了狂暴跟補血 那讓我的藍胖站在陣型的中間 向四面八方來狂暴的輸出 打掉對方大部分的防禦建築 那石頭就在前排繼續承受的傷害 雖然我的天使現在已經死光了 不過我的兩顆石頭都還在前面扛著火力 那外圍繞著的這些女巫跟法師 也可以順順的將邊慢慢的收過來 所以還算是蠻理想的 我大約是一直到最後中間那個狂暴都急著丟下去了之後 我螢幕上的那個斷線的符號才消失的 所以我手上已經急著把冰通通都下出去 沒有留什麼冰了 最後呢敵人的陣型四周都還藏有電塔 所以我就是跟時間賽跑 最後才能收下了這個陣 算是有一點運氣 原本想說我拿這個戰術 在打部落戰的時候 應該要打的順一點 給大家做一個示範的 結果沒想到剛好碰上了這個斷線的危機 下的有一點慌亂 如果之後還有下的不錯的 可以當示範我會再跟大家分享 這個流派呢 主要就是要規劃好 如何讓兩顆石頭 配合跳跳的法術 盡量深入敵人陣型的中心 來吸收到絕大部分的防禦火力 那再讓後排跟上的藍胖 以及女巫來做輔助 藍胖就是主要的狂暴輸出 那女巫則是負責召喚出非常多的骷髏 來吸引對方的攻擊 掩護我們的藍胖 那雖然骷髏現在是踩不到陷阱 不過成群結隊的骷髏 對於拆牆還有秒對方的劍竹來說 時間上還是非常有威力的 最後一座電塔 哇這真的是壓秒才打掉的 好危險好危險 這就是我這次想要介紹的天女石藍女巫流 那以上就是這個禮拜的部落戰解說 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囉 拜拜